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做一个三指宽的环节 变成这个样子 接下来我们再做两个四指宽的环节 好的 这两个环节大一点点 然后呢 我们留一个两指宽的双炮节 好的 做好是这个样子 接下来白色气球做一个四指宽的单炮 然后留一个二指 然后吹一条粉红色的260气球 吹好以后把球点连接到最后做的这个二指 好的 连接好是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把白色气球再做一个四指宽的泡泡 连到下面环节的地方 好的 做好现在是这个样子 接下来粉红色的气球 用来做它的耳朵 我们扭 扭十个指头的宽度 扭个这么大的泡泡 长一点短一点都没关系 然后把它做成双炮节 这两个泡泡要一样长 好的 做好是这样子 然后粉红色的气球 再做一个跟两个白色泡泡一样长的泡泡 也就是四个指头的宽度 同样连接到环节的中间 好的 变成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还要做一个泡泡 从这边 连上来 做一样大的泡泡 四个指头的宽度 连接回上面的耳朵 好的 做好是这个样子 接下来粉红色的气球 可以先去掉 然后打结 好的 做好现在是这样子 然后我们把白色气球 扭一个两指方的泡泡 再做个耳朵 把剩下的气球弯一个环节 连接到耳朵的地方 好的 做好是这样子 然后我们再扯一条粉红色的260气球 扯起来以后 我们先扭三个两指方的泡泡 然后把球嘴跟最后一个节点扭到一起 好的 变成这样的形状 然后拿出刚才做好的这个东西 我们比对一下 这是做兔子的手掌 比对一下长度 好 大概是四个指头的宽度 做一个泡泡 然后把它连接到后面这个白色耳朵 好的 连接好是这样子 接下来 我们准备一下这个白色环节的长度 然后留一个比它长一个泡泡距离的单泡 长一个泡泡的距离 然后做一个耳朵 再做一个环节 再做一个环节 这就是兔子的脚掌了 好的 做好这个环节以后 我们再留一个单子宽的泡泡 再做个耳朵 再做个跟它一样大的环节 这样子它的两只脚就做好了 然后我们要留一个 跟它的腿一样长的泡泡 比对一下这个距离 好 一定要一样长 做好以后 要围过 白色环节 围过来 然后连接到二级的地方 好的 做好是这个样子 接下来做另外一只手臂 我们留一个跟它一样长的泡泡 也就是五个指头的宽度吧 留一个泡泡 然后再做三个两尺寸的小泡泡 扭到一起 剩下的气球刚好 够了 把它放掉去 打紧 然后我们吹一条桃红色的260气球 然后给它做一个蝴蝶结 吹起来以后 我们先做一个四指发的环节 然后做个耳鞋 再做一个一样大的环节 好的 做成这个样子 把多的吸收 拿下来打结 我们还要给它做一个领结 先放到一旁边用 然后我们把蝴蝶结 安装到耳朵上面 拿出兔子 直接连接到这个结点 传绕到后面的耳鞋就可以了 好的 这样的耳朵就竖起来了 然后拿出刚才剩下的260气球 好 我们再做一个三指方的环节 然后做一个耳朵 然后做一个耳朵 再做一个三指方的环节 好 又做一个蝴蝶结的形状 然后把多余的气挤到尾端 把它拿下来 好 蝴蝶结先备用 我们把这段气球 要在尾端留一个小泡泡 好 留一个小泡泡 然后打结 这就是做兔子的鼻子 然后把它安装上去 直接把它安装到 蝴蝶上面这个酸泡结的地方 从酸泡结中间穿过去 把它都拉起 然后 藏绕到 环节里面 好的 这样子它的鼻子就做好了 然后我们把它的领结安装上去 拿出刚才做好了 拿出刚才做好的领结 同样把它 长绕进去就可以了 好的 这样子它的领结就做好了 然后吹一小段黑色的260气球 来做它的眼睛 我们做两个耳朵 我们做两个耳朵 来表示它的眼睛 两个小一点的耳朵 现在做到一样大 做成这样子 多的需求 多预留一点 把它拿下来 打结 这个多预留出来的长度就好做连接 好的 做成这样子 然后把它连接到白色的酸泡结中间 直接把它穿过去 从后面拉出来 再绕到 后面这个白色泡泡上面 好的 这样子把眼睛安装好以后 那么这只粉红色的小兔子就做好了 喜欢气球的朋友记得点关注 在评论区和我留言互动 让我们一起开心的玩气球吧 拜拜 请不吝点赞订阅